葉日松老師不只是花蓮的重要詩人 也是全台灣傑出的文學作家 而最近20年他再投入了客家母語的文學創作 成為客家文學的重要推手 為了表達對葉日松老師他的推崇還有敬意 花蓮線文化局特別舉辦了 葉日松85人生回顧展 讓大家來分享葉日松他的花蓮情懷 葉日松出生於副理 他是農家子弟 畢生致力於文學創作還有文學教育 而他的童詩更是許多人 孩童時代國語課堂上 經常要朗讀到的精彩作品 葉日松一輩子獲獎無數 對於花蓮甚至於是對台灣的文學貢獻 都相當著述 而談到文學創作之路 葉日松其實有說不完的故事和回憶 每一個人人生每一個人都有存在 可是寫作內我把我的書 每一本書已經出過了 都把它當作一塊錢或者兩塊錢 來當作一個知識的儲存 也等於金錢一樣 但是獻給故鄉沒有很多東西 沒有很豐富 很慚愧 所以我的日子久了又累積 慢慢的累積把我現有 有限量的東西盡一份心力 獻給故鄉 把自己的泥土的情懷 全部在詩歌裡面來呈現 有詩有跨界的圖畫有什麼都有把它收集起來 會更文心可以說這些東西都是我60多年來一起做裡面的累積獻給我們的花蓮 包括林天山包括任何一個景點都沒有漏掉 基辛坦左邊的 李宜坦也左邊的 反正花蓮的山山水水泥土 扣走我的心血永遠離不開我的心中 花蓮縣文化局為了推崇葉日松老師在文學創作上的貢獻 特別舉辦了獻給故鄉的一本存責 葉日松八五人生回顧展 要讓更多人來分享葉日松的花蓮情懷 葉日松老師本身也是我花蓮的老師 那他在我們的花蓮縣這塊文學的土地上奉獻非常多 尤其有葉日松老師他本身是客家級的大佬 又是騎佬 很多客家文化的精髓就在他身上展現 尤其是用精簡的這個詩句 可以把我們從小朋友父母對小朋友的愛 父母小孩子成長的過程 然後男女之間的戀情或者對家國的一個期許 一個愛他能夠用短短的詩句來展現出來 那近年來又做了很多的創作 那去年我們文化局有幫葉日松老師出了一本 對故鄉的情感的書 詩集 我們希望在他85歲的這個重要的年紀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本書獻給大家 所以辦了這個特展 葉日松最近20年來投入了客家母語文學創作 也和音樂創作人合作寫出了好聽 又有豐富意涵的客家歌曲 這次展覽由葉日松收藏的文學著作 詩選、文選、影音資料、傳記、CD、DVD 還有文唱商品等等 讓民眾可以一次完整的認識 是這一位花蓮在地充滿生命力的作家 據旅會歡迎市報導 得到 不asp 少我們可以穿大